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永远支持帅哥 加油帅哥 好 那我们去的时间呢 可能会比较迟一点 因为他这个比赛的时间比正常比赛今天要提前 正常的这个比赛它是在下午6点进行Final 但是我们今天他居然提前了3点就开始进行Final 现在已经将近 哦 现在已经3点了 已经好 那我希望我去的时候还能赶上帅哥这个登台的这个时刻 给他拍个照片 拍个视频 然后呢我们到时候再看看转的怎么样 好 我们一会儿见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安德汉姆的展会 每次过来停车都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停车停了25分钟 他妈的 几乎没有停车背了已经 我们现在呢要赶着去看帅哥最后的登台 我觉得有点悬了 有点 力量举大神J 他今天也在安德汉Maxpo进行个比赛 然后我刚才给他发信息 我说你那边怎么样了 他给我发信息 我还有最后一次试举 然后我说好没问题 我现在在路上 我希望能赶紧赶上你最后一次试举 然后过了大概有三分钟 我刚停下车那边发过来 I'm finished boss 他就跟我说他结束了 我说好吧那我们一会儿这个聊聊吧 面对面聊一下关于我们之后这个课程的事情 我们之前是跟他出了三大像嘛 然后一个基础的课程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进阶还有高级 那我们还是想有一个循循兼迹的过程 希望能出课程帮助大家 好吧 然后我们又带现金 如果大家来这个expo看展会的话 手里面一定要拿着现金 要不然的话用信用卡提前 他这边的手续费非常的高 刚才我提了20块钱 他的手续费是3块5 你可以算算这个百分比 确实比较高 弩哥买安票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的expo 我们现在是来到展会里面 我们直接奔向帅哥的比赛舞台 嗨 嗨 嗨 nice spot nice spot for the dip sup 鲁哥 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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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现在刚比完knowvice 然后我现在比马上比那个open open的话 第几名啊第几名 knowvice第二 啊 第二 倒数第二 倒数第二名 不玩了走吧 那opene呢就三个人有一个巨大的你们战队的 ZeroBravity的 fuge 我估计他赢不了我主要就赢得太大了 哈哈哈 不管怎么样反正今天感觉状态不错 小楼不给我备的 过得太轻松了 哈哈哈 anality another worker 可以 现在已经有点水了 可以的可以的 但是我早日状态一个比现在好很多 然后不管怎么样 好 thank you for 呃 那个过来给我加油 可以 鲁哥 鲁哥怎么又换发型了 没有没有 我今天是这样的 晚上晚上想吃什么 味道 火锅吧 啊 火锅吧 你想问我想吃什么 慢慢来吃 有问题 什么事啊 新的collection bro 我该冲鞋 晚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what's up 然后我们现在去找一下那个g 最后完事了 但是还要跟他去打个招呼 然后现在在找他那个场地 真的很难找 哦在那边好像是 结束了 好吧我们再回去帅哥马上就来上台了 我第一次在展会看到这种玩球 跟小时候丢这个煞包一样 看完两轮之后呢 在经过鲁哥的讲解之下 算明白了规则 他就是我们小时候丢沙包嘛 抓住了 算得分 撞到身体其他部分没有抓住 他都算一个被击中 然后就下场 谁在上面的人多 谁就赢了 这个玩意儿他是练这个手指的 然后片这样捏着起来 不要用手指抓住 这样抓住 抬起来 一天上上 男生最高是26个 那么试一下看能做多少 把我的肤重卸一下 把我手机拿走 轻装上阵 把衣服脱了 啊衣服不用了 快点 一 二 你上去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二 一 二 尔 接下来我们家里有被子用了 好我们现在看完了帅哥的比赛 然后呢要跟帅哥去搓一顿 帅哥提议想吃一个火锅 但不要吃辣的 辣的话屁耳疼 你是从谁的经验里面得知的呢 晚上呢我要再去进行一发训练 我今天主要训练内容的是 加强我家弱象 我其中一个弱象就是我的臀部 还有我的裹绳 因为之前在被的时候有说过 臀部和裹绳力量如果比较弱的话 你在练被的时候 你的下部会非常非常的痛 非常影响你被部的一个训练 那我今天这个训练要借鉴弩哥的办法 吃完火锅之后我觉得应该充满能量 这个练起来屁股绝对爽乖乖 那训练前呢 我说几分钟跟大家去说一下 我对练背腰酸的理解 很多老鞋呢 练背腰酸 通常背还没有理解 但是腰已经撑不住了 我在最开始练背的时候呢 腰经常酸 特别是在做一些俯身划船的动作的时候 我当时呢 这个下意识的解决方案呢 就是把腰挺起来 这样的话呢 我这个下背就没有那么算了 现在想来呢 那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同时呢 它还降低了我们华川的训练效果 一直这么偷软练 那如果背有进步的话 那又起了怪了 后来呢 通过这个学研究 我意识到 其实这个问题 它是出在我们的臀部肌群 还有我们的过程机上 有两点 第一点呢 是紧张 第二点呢 是力量薄弱 因为我们一些常见的 华川讲解视频或者文章 它一般都只说 这个标准动作应该怎么做 然后的要点呢 应该怎么去做 但是呢 它忘记说了一个重要的前提 就是你是解剖书上的 一个标准人 没有任何短板 但是实际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 都有很大的个体差异 如果你一昧地 按照那些所谓的标准动作 和标准要点来做 出问题 那是迟早的事 严谤正传 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点 肌群紧张 但你的臀部 还有国生肌紧张的时候呢 它会限制你 向前倾斜的一个角度 如果你刻意俯身的话呢 那你这个下背部 就会自然地拱起来 划船类动作 那你的腰肯定会酸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的解决办法就是 针对臀部肌群 还有国生肌群 进行拉伸放松 第二点 肌群力量不弱 当我们进行俯身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后侧的 臀部肌群 还有国生肌群 它其实是起到一个 稳定支撑的作用 如果你身体后侧的臀部 还有国生肌群力量 比较不弱的话呢 那你的下背部 为了稳定身体 就会主动承担更多的力 所以你在做 俯身划船的动作的时候呢 你的下背部 会首先感觉到酸痛 因此 我们的解决办法 就是加强这两块肌群的力量 好吧 那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针对性训练动作 和训练方案 第一步 我们先进行 臀部和国生肌群的拉伸 第一个动作呢 是仰卧助力带单腿拉伸 仰卧可以更好地 孤立拉伸国生肌 可以使用一条助力带 我这个是没有弹性的啊 这个我是在 做物理康复治疗时购买的 如果你没有的话 可以使用弹力带 注意这个动作 右腿不要离开地面 尽量伸直 然后抬起的腿呢 也要尽可能伸直 感受国生肌的拉伸 如果想要更强烈一点的话 尝试勾脚肩 期间要保持均匀呼吸 千万不要憋气 做完一边后 再换到另一边 第二个动作是 站姿单腿拉伸 因为我们不是躺在地上了嘛 所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要注意上身要挺直 双手恰腰 抬起的腿要伸直 另一条腿屈膝 然后上身慢慢向前倾 这个时候你可以感受到 大腿后坐的拉伸感 特别注意 前倾的时候 下背部不要拱起来 如果想要增加拉伸感 还是采用勾脚尖的办法 这个动作 常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向下坐 像压腿一样 其实不是 它是一个屈膝 上身前倾 第三个动作跟第一个类似 是坐姿助力带拉伸 要点就不够多介绍了 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腿伸直 上身保持挺直 然后向前倾 可以通过勾脚尖 加大拉伸感 第四个臀部拉伸动作 相对复杂一点 注意头的方向 是跟随身体转动的方向 抬头挺胸 注意主要发力的是 搭在屈膝腿上的这手 把屈膝腿推向内侧 第五个动作 是进行臀部的拉伸 这个相对普通的拉伸脚 腿向后会有更强的拉伸感 这个动作 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比较简单 看视频就好了 如果你身边有电动泡沫 或者放松球的话 可以再加入筋膜放松的环节 我今天是没有带 所以只进行了拉伸放松 下面开始解决第二个问题 力量不弱 第一个动作是臀桥 我估计很多男生 以为这是女生专属动作 不要小看臀部的发展 臀部肌肉是我们身体 后运动链中 很重要的一块肌群 想要身体肌肉发展平衡 各个肌群都要找不到 都是相互联系的 最开始我使用的是 自由重量杠铃 前两组空宝着身时 我会在腿上套一个弹铃带 有两个目的 第一是可以帮助你 更快的让臀部找到发力感 第二就是可以帮助你 同时激活臀中肌 使用自由重量的好处就是 运动轨机会大一些 角度也比较自由 但是准备工作挺麻烦的 所以刚开始做的话 可以从史密斯开始 运动轨机是固定的 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个玩意儿 顺便说一句 关于史密斯很多老铁 都忽略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的角度 史密斯是有不同角度的 分为垂直和倾斜 不同的训练动作 我们需要选好脸朝向的方向 而不只是面对镜子 对这块感兴趣的话 我以后再分享我的心得 在做臀推的时候 膝关节朝外 双脚远离身体 尽可能下放到最底 然后臀部发力挺起来 停留一到两秒 这里注意两个要点 第一 全身核心需要收紧 不要松 第二 脚尖抬起来 利用脚后跟发力 你能更好的感受臀部在发力 对了 钢铃杆上垫个毛巾什么的 要不然顶得胯 接下来的动作呢 是器械腿外展 主要刺激 臀中肌 虽然很常见 但是细节挺多的 比如脚尖朝向 膝盖和两边靠近的距离等 都会影响刺激的部位和程度 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喜欢脚尖朝外 身体往前坐 尽可能让靠垫靠近大腿根 这样的话会减少 骨丝外侧的带肠发力 我很喜欢健将力竭组 所以最后呢 我会拥有一个肩将组 不先自主 尽可能做到力竭 第三个动作是负重罗马蚁挺身 这个多功能器械 可以连下背 核心 侧腹 以及臀部 只需要调整椅子高度 和身体姿势即可 今天主要是练臀 特别是臀大计 需要注意几点 第一就是挡板高度 我是放在宽部往上一点 因为一太低的话 下背部就会过多代偿发力 第二呢 我会使用球来进行负重 我可以抱着它 当你含胸状态的时候 更容易集中臀部发力 第三就是起身幅度不要太大 但是要下到底 关于幅度举足多少 这里没有一个标准 起身后只要感受臀部 最大化收缩就行了 停一到两秒 然后下放到臀部 感受最大化拉伸即可 这个你也可以做健将组 把球扔了就行 如果臀部太酸痛 咱就做半场 第四个动作是 俯身腿板举 干练国生机了 这个动作我会采取两种姿势 前两组我会使用软垫 放在胸前 这是X4老爷子 教我的动作 像比较普通的直接俯身 会更加枯利国生机发力 当然难度也比较大 所以趁着还有力气 建议放在前两组做 第三组会进行正常的俯身腿板举 尽量用最大的运动轨迹 第四组 第五组 我换成了单腿加双腿超级组 因为我两边肌肉力量 划断不平衡 所以要单独训练 你会看到我的左腿是弱的 所以最后双腿的时候呢 我会刻意的左腿多发一点力 右腿只是一个辅助作用 这样左腿就能多练一些 不要忽视双腿力量不平衡 因为这会导致一系列问题 比方说肌肉不平衡 高低肩 脊柱侧弯等 最后一个是单腿罗马迪亚因拉 是测试身体短板很好的动作 自从受伤后 开始重视功能性训练 所以我经常把这种功能性辅助动作 加入到我的训练计划中去 这个动作不仅能练到 臀部和国生力量 同时还能增强我们的身体 稳定协调性 这个动作我还没掌握好 借这个机会呢 给大家说一下其中的问题 第一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的后腿脚尖朝外了 说明我的重心已经压到了 支撑腿外侧了 这也就意味着 我的骨盆发生了倾斜 这是不应该的 全程需要保持后腿脚尖朝向地面 我可以换成对侧 手持护鳞 这样有利于帮助稳定核心 如果你刚刚接触这个动作 建议自重 后腿也可以弯曲一些 第二个问题是 左侧稳定性明显差于右侧 看视频你能看出很明显的差别 下次就要减小重量 或者辐射强 希望大家训练中 不要出现我这样的情况 我也会多加练习的 这就是我们全部的训练内容 希望你能有帮助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可以留言交流 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某宝店铺 课程上心 你能及时收到通知 顺便最后呢 还是给大家送出一波粉丝福利 在微博转发本视频 三天后抽取两名老铁 送出帅哥 from my drill 夏季男士宽松短裤一条 就是我们这张照片上的短裤 CodeLock 夏季见